前竖更靠内侧的这个地方 然后也可以带到一部分的我们的上胸 所以说它对你整体 我的胸肩 大家都知道练健美 讲究胸肩一体 就是说你整个这个上胸还有肩 连在一起了 非常饱满 它对于你这种上胸胸肩一体的 这种饱满度的打造非常有帮助 但是如果我做这种的这种 casual 咱们这种常规式的这种推肩 不论是器械哑铃或杠铃推肩也好 其实它对上胸的这种刺激 是比较少的 几乎是没有的 那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三小肌前竖 所以说的话 大家要清楚 我如果做对卧式的这种推肩的话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再给大家说一点 这种推肩的一个感觉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人做这种推肩 它的胳膊感觉比较非常明显 但是它的长头 它的这个三小肌前竖的感觉 是比较少的 那么大家 我说了 这种推肩就是肩趋式推肩的复合动作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向上推的一个动作 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 肘关节向上抬起的这种感觉 这种往上走的感觉 肘关节向上抬起 然后这种动作在做的时候 大家记住 不要使劲刻意的往中间夹肘 就是自然的让肘关节贴合身体即可 自然的让肘关节贴合身体即可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解的一些 这也是属于推肩的一个辨识动作 然后这个片段就是给大家补拍一下 然后丰富一下大家的训练的这种经验 OK